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CS工作坊是个充满各式各样创业作品的地方 玩家们可以利用V社释出的Hammer工具来制作地图 不论你是想要锻炼你的枪法,还是想要提升你的身法 都可以在工作坊中找到适合你的那张训练用途 而其实有不少我们在赛场上看到的竞技地图 最初也都是从工作坊中由玩家制作而成 最终被V社买下版权的 而我们在2023年迎来了由Sorcerer引擎开发而成的CS2 过去有不少在CSGO受欢迎的工作坊 也正在陆续的利用全新引擎开发中 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在CS2工作坊中我个人最推荐的几个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本部影片感谢Skin Club赞助播出 我最近查了一下,在CSGO官方开箱次的收益 最好的期望值大概就是开烟火行动武器箱 平均能够回收大概60%左右的紫金 也又代表着你花70块买一个箱子 再花77元买一把钥匙开它 平均能够回收90元左右的造型 实际算其实是蛮亏的 而Skin Club则是标榜着公平公正公开 有着比官方开箱更好的EV回报 若你还是感兴趣的话,可以适度游玩 老样子小提醒,免满18在座游玩 开箱好玩就好,切勿上头 那完后结束,正片即将开始 第一个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那最经典 过去在CSGO中拥有最多人订阅的工作坊地图 Mbox 先跟大家快速讲一下如何下载此地图 当你打开了Steam,找到了社群页面 滑至下方的工作坊中打开 找到CS2这游戏 就会有最热门的工作坊地图了 而Mbox是个多元训练准度的一张图 四周360度皆会有Bots重生 你也可以在墙上自由选择你想训练的武器 这些Bots打死也会立即重生 所以你在这里绝对可以练好练满 而我自己的训练方式呢 还是最习惯使用它最快达到击杀100个Bots的计时模式 来看看自己的准度是否有提升 也可以当作快速热身的一种方式 而它在CS2中也多了更多客制化的设定 只要你抬起头就可以进一步地调整 这些就交给你们自己去玩吧 介绍的下一张图是有点类似刚刚讲的Mbox 但是结合了更多不同的训练方式 并且现在为CS2工作坊中最多人订阅的CSSTATS训练地图 首先是它的环境 我自己是觉得优化得蛮漂亮的 并且它是有着三种不同的训练模式 Range的模式是有点类似Mbox 但是只有面前180度的敌人 你可以在身后的面板上调整远中近 三种不同位置重生的Bots 或者可以挑选不同的武器来配合你自己的训练 再来是可以调整成下一个Rush模式 机器人会朝着你面前冲 我自己是推荐可以将机器人的数量调整到5个以下 试试看你能不能不让机器人碰到你 并将他们全部击杀 当然若你的准度像太子Monacy一样的话 那你可以试着跟他一样调更多的Bots来练习了 而最后一个是Shuffle模式 会让机器人更像是实战的方式出现 四周也都会有敌人重生 并且还多了不少地图障碍物 可以来做更拟真的瞄准练习 而若你不想打死斗模式的话 我还蛮推荐这个的 另外我想再推荐一个更为进阶 也且更接近实战练习名称叫做Amrush的工作坊 也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张 进入到地图后你可以发现你是在一个小房子内 它的游戏模式呢 是你要在一张地图内挑战一打多位电脑机器人 在房间中你要先在左侧设定并选择你要多少名电脑 还可以选择子弹是否要无线 Bot要穿全甲还是半甲 并且在右侧挑选你想要使用的武器后 选择第一或者是第二张地图 就可以点上方进行实战啦 Bot会随机重生并朝着你追杀 你则是要尝试将它们全部杀光 虽然说是打电脑 但其实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并且你的子弹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还要尝试着找出一打一的局面 难度真的不低 这不仅可以训练到你的基本功 更要挑战你甘拉育苗的头线位置 以及听音变位后的身位控制 十分推荐大家可以来玩一玩 讲了这么多练习枪法的工作坊 现在来用比较简洁的介绍方式 来推荐一下功能型的工作坊吧 由Crash制作的Crosshead Generator 是可以用来更换你准心的工作坊 在地图中也可以很方便的复制职业选手的准心 界面上也有很多客制化的选择 从颜色、粗细、透明度 都可以很简单的直接透过界面来调整 接到旁边的地图内也可以直接试用 尝试一下看什么样的准心 你自己看得最顺眼 这个工作坊在CS2中优化的可说是更好了 非常推荐下载 而接下来推荐的这两张工作坊 都是用来在Mirage这张地图练习投掷手雷的 整体使用起来体验都还不错 不论你是想要练习VIP的快烟或是全图燃烧烟雾弹都可以做训练 而目前我看这两张图的作者好像都只有做Mirage这张图 未来说不定还会继续开发其他张地图 各位可以再关注一下作者了 而Recoil Master是用来专门训练压枪的工作坊 选择武器后 你就可以看到每种武器的不同压枪轨迹 你的滑鼠要跟着对应的轨迹走 就可以将子弹全数集中在你想要的目标上 这是每位CS玩家都需要练习的技能 非常建议可以先习惯AK跟M4这两种主要用枪的压枪感受 会大幅提升你的对枪能力 上方还会有数字显示 会告诉你这次的压枪中有多少发集中目标 想练压枪来这张图准没错 而下一张Ankle Hold Trainer 是一张特别训练你架枪能力的一张图 它有多种模式来测试你的反应时间以及瞄准能力 你若是在实战中常常架不死敌人 或者不晓得准心肝瞄准哪一个位置 可以先到这张图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反应能力 是一个蛮好上手的一种方式 而下一张Fast Warm Up 这整张工作坊都有各式各样的训练 从枪法到身法应有尽有 但它也有一个特有的甩局练习模式 可以用来训练你的狙击技巧 Bun会随机重生 而你每开完一枪后 准心都会自动返回到灰点 让你更能专注训练甩枪的感受度 最后最后再来推荐一个之前风靡全球的Only Up 这张图居然在CS2也有了 若你对自己的身法以及心智都有着强大信息的话 非常推荐你挑战一下 而先说我大概玩了10分钟左右就果断放弃了 从高出落下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太惨了 推荐不想训练的你我 都可以直接去看身法大师Rops的传观过程就好了 OK 讲了这么多 其实这些都还只是工作坊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里面还有着各式各样习奇古怪的地图等着你去探索 若这类型的影片你感兴趣的话 或者你也有推荐的工作坊 也还请在留言区告诉我 说不定素材够了马上就会再做下一部工作坊相关影片呢 最后还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任何一支影片 那我是比利王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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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